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甲板纵纹 神经衰弱 指甲上有数条明显纵纹表示长期神经衰弱 机体衰老的象征 容易出现神经衰弱 长期失眠 多梦 一省难入眠 消耗性疾病 体力透支 如身心疲惫综合症 免疫功能差 容易感冒 二 指甲板横纹 横纹 身粗折表示一次严重的疾病 指甲横纹多且细折 不见于长期慢性消化系统疾病 饮食稍不注意 就会出现腹痛 蟹蟹等症状 三 指甲的斑点 淤黑斑点是表示脑部血循环 发生障碍的征兆 一般右手指甲出现 表示左脑有问题 指甲白点消化不良 指甲像出现一个或数个白点 成年人多见肝功能代谢或受损 特别是乙肝慢性病人 小孩多见于肠胃机制 消化不良或重击或缺钙习惯性便秘 长期造成肠胃紊乱 也会出现点状白点 四 按压指甲 一般而言 恢复快的表示正常 慢的表示体内有障碍 用一只手按压住另一只指甲三秒 见指甲白色后放手 观察五个手指甲床下血液循环回复的快慢 如果马上成微红状 则表示健康 说明血液循环顺畅 内脏机能活泼 如有一个指头血液循环不良 则与这个指头相应的内脏问题有关 五 半月痕正常 双手八到十个手指要有半月痕 半月痕面积占指甲的五分之一 半月痕的颜色为奶白色 越白越好 表示精力越壮 六 半月痕不正常 一 寒底型 无半月痕为寒底型 半月痕越少 表示精力越差 这种人的脏腑功能低下 气血运行缓慢 容易疲劳乏力 精神不振 吸收功能差 面色苍白 手脚却冷 心经 适睡 容易感冒 反复感冒 精力衰退 体质下降 甚则 弹湿代质 气质血瘁 弹湿节节 肿瘤 二 热底型 连小指也有半月痕者 半月痕增大 均属热底型 这种人的脏腑功能强壮 身体素质较好 但在病理情况下 则是阳气偏盛 脏腑功能抗静 可见面红 上火 烦躁 便秘 易怒 口干 食量大 不怕冷 好冻 甚至血压高 血糖高 中风 三 寒热交替型 半月痕的边界模糊不清 颜色 逐渐接近 甲体颜色者 属寒热交错型 或阴阳失调型 寒热交替型 提示人体内 有阴阳偏胜衰的变化 寒热的变化 可因保养的不同而异 所以 精足人状 精弱人病 精少人老 精进人亡 说的就是半月痕的多少 颜色变化 无半月痕的人 即使暂时无病 也需要迅速补养身体 特别是只剩下 拇指有半月痕的时 体内正在告诉你 已经用底油了 需要赶快加油了 保健建议 精力的补充 要靠优质的中性蛋白质 如奶类 蛋类 豆类 鱼类 和黑色性食物 种子类 胚胎性食物 只要保证营养 坚持保养 一般一个半月 就可以在一个枝下长出 通常是先长拇指 以后依次 食指 中指 还指 小指 半年以后才能长满 但是 平常要注意休息 如果长期熬夜 则夜生活过度半月痕 很快又会消失了 二 如何 观手之健康 一 手感热 主 心肾 阴虚 烦躁 上火 失眠 多梦紧张 二 手感凉 主 脾肾 阳虚 体弱怕冷 消化吸收能力差 三 手感湿 主 心脾 两须 容易疲惫乏力 手掌 多汗者 多为 脾胃 即热 心火盛 心理 压力 精神 紧张 四 手感干 主 肺脾 两窥 皮肤干燥 容易感冒 五 手感温暖 韵泽 主 五 五 脏 调和 身体健康 六 手感黏 助内分泌失调 特别是糖尿病人多见 三 十三种支架的异常标志健康问题 一 支架内线营养不良 有些人的支架表面会出现一条线形凹线 西医学上把它称为博士线 支架内线可能提示 一 支架生长中受了外伤 二 患有某些较严重的疾病 如糖尿病 心脏病 三 某些会引发高热的疾病 如心红 肺炎等 四 缺心 二 支架白点 多个需要注意 支架上偶尔出现不透明一两个小白点 其实与缺钙寄生虫没有太大的关系 大力修剪支架受外力的撞击 则会出现白点 不过由于支架生长比较缓慢 所以在受伤很长一段时间后 白点才会显现 但是白点还是不容忽视 出现以下情况就要特别注意了 三 特离甲 糖尿病 心脏病 甲状腺问题 指近端80% 支架是白色的 而眼端是正常的粉色 这是由于甲床血液供应不足引起的 特离甲是肝脏病的象征 也可能提示糖尿病 充血性 心衰 甲状性 机能抗筋 四 白点变大 真菌性 白甲 当支架上白点开始浑浊 且逐渐变大 甚至蔓延到整个甲板 甲床 这时真菌感染的症状 可能患上了真菌性白甲 五 全白甲 遗传性疾病 全白甲比较罕见 属肠家族性发病 为 肠染色体 显性遗传 六 横纹 支架上出现的横纹 一般有两种 博视线和 米视线 一 博视线 心脏病 营养不良等等 支架停止生长 引起的支架板 横向下陷 支架受到外力损伤 严重缺芯 可能造成博视线的原因 另外 还可能提示身体出现营养不良 麻疹 腮线炎 心脏病 根据博视线的位置 临床医生可以大致推算 与之相关疾病发生的时间 同时 这条线的深度 还为疾病的严重程度提供了线索 二 米视线 横白纹甲 昆中毒 或急性疾病 心经略提示 任何急性病症 都可能产生横白线 除此以外 严重的金属中毒 这个主要以昆中毒 为典型代表 化疗 一氧化碳中毒 亨停顿病 瘧疾 及麻疯病 都可能造成横白线 同样 可以通过指甲上横白线的位置 推测相应疾病发生的时间 其指甲变后 真菌感染 若指甲粗糙肥厚 有破损 呈现灰黄 灰褐色 或有脱卸的情况 则可能是真菌感染所致 就是灰指甲 八 指甲剥离 险皮 银蟹病 有些疾病 也会导致指甲 从甲床 剥脱分离 剥脱的指甲 常常发白 黄 绿 不等 不透明 这种情况 多见于 险和银蟹病 也可能是甲状腺 功能异常 周围循环障碍者 偶尔也有出现 九 指甲有针刺凹陷 局部病变 指甲表面出现如针扎的小凹陷 呈顶针样 改变 往往是银蟹病 就是牛皮癬的一种局部表现 十 指甲变脆 贫血 真菌感染 若指甲变得薄脆异断 则可能是缺铁性贫血 营养不良 以及局部真菌感染所致 使以 指甲变黄 呼吸系统病 水肿问题 若指甲变黄 变厚 且生长缓慢 则可能是患有 呼吸系统疾病 如慢性 肢气管炎 淋巴水肿等相关疾病 十二 出现 视状甲 甲碱 心脏病 肝脏病变 若发现 指甲边缘 隆起 与正常的指甲弧度相反 中间凹陷 形似 以查实状 多数情况下 可能是提示 身体有缺铁性贫血 肝脏病变 心脏病 甲状腺功能 减退等问题 十三 出现 储状甲 心脏病 呼吸系统病 储状甲表现为 指甲末节 肥大 并向上拱起 呈骨垂状 同时 指甲的甲面 弧度 会明显增大 这些变化 可能是患有 肺气肿 支气管扩张 严重的肺结核 慢性 肺原性性病 溃疡性 结肠炎 等疾病的征兆 支甲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晴雨表 中医望闻 问切四步骤 第一步骤是最基本 也是最难的 上面所说的这些变化 有些繁复 但这是科学的 大家可以在平时 放心 借鉴 看好自己 有问题 最好及时去咨询医生 明确相关原因 以免错过某些疾病的信号 大街上常常有很多看守向的 也常常有很多行人驻足停留 或许心里明白 这些并不是真的能大一解惑 然而内心积压的一些负面情绪 总得有个地方宽慰自己 就会请这些看向的替自己看看未来 中国悠久的历史 包容时常是时代的特点 包容各种各样的文化存在 看向就是这样存在下来的 俗语 手掌上有这三只眼 是非负极贵的象征 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留存在大家的生活里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 掌和眼 中国的文字在历史的长河里 留存下来许多不同的含义 又因为一些避讳和文字语 人们对于一些文字 就有了特殊的含义解答 后来这些字和身体器官 一起走进了面相和手相的学说 成为阴阳学说的一部分 为看向的人增加了许多说辞 掌字有主管和支撑的意思 孟子里说 顺时一掌火 一列山则二本之 禽手逃逆 红楼梦里说 只觉头虫身轻 满眼惊心乱蹦 时时长不住 在古代的时候 一个人手握全力 手掌里面会有印章或者虎虎 这掌握命运的手 就成了人们看向的重点对象 而眼睛呢 是看见世界的窗口 古今小说里面说 交帝帮公同坐眼 将梁公甲家财食物变卖了 才会有眼看他高楼起 眼看他宴兵客的见证 眼睛还表示事情的关键所在 才会有接骨牙这个词语 就因为眼睛有了这样那样的文字含义 于是成为乡士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在看相的人看来 手掌和眼睛完全可以表示 这个人的运势如何 三只眼这样的手相 是如何确定人的财富呢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吧 一 龙眼 位于大拇指的第一节之间 有一个椭圆形的纹路 这就是手相学上所说的 肤子眼 这种手相之人 天生聪明过人 欲使有本人共同的想法 而且有久远的眼光 不会被眼前的小小利益所动 是早年得知的类型 二 肤子眼第一种 在右手大拇指上的第一节处 呈现外形如眼睛的肤子眼纹路 而且眼睛里面还有一横线的 是不想如意的寓意 通常家庭条件优越 出身富有的人才会有 这样的人自身就有着聪明的大脑 做事情成文有条理 可以凭着本人的出色的才干 做出让家族很称心的成果 将家族的生意做得更大更强 而且有这种手相特征人 要是为女子 则一定是望福望家的贤妻良母 婚姻幸福是必定的 三 肤子眼第二种 肤子眼还有另一种形态 就是眼睛里没有一条横线的 这种肤子眼则是招人喜欢的类型 这种状况也是家庭条件很好的 并且是家族晚辈眼中的宝贝 宠儿 也可以屏障晚辈的协助 开展本人的事业 愈加轻松就可以取得胜利 典型的年轻有为的类型 再者 左手肤子眼表示前半生无忧 右手肤子眼表示后半生长才 只需其中一只手有肤子眼就曾经不错了 那么肤子眼又为什么能分成两种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肤子眼就是拇指的第一指接触 有像眼睛一样的纹路 左右手都有的话代表了一生都会很好 左手代表了前半生 右手代表了后半生 肤子是对古代男性的称呼 后来因为儒学成为显学 成为对孔子的尊称 也泛指为人师标准 韩宇重达章极书丽说 自闻妄美 武王 周公 成 康香于守之 礼乐皆在 几乎夫子未久也 自夫子而几乎孟子未久也 有了夫子眼就相当于有看透世界本质的力量 古代孔门可是能文章通天的存在 一个人的手掌虎口处 掌一个夫子眼 在古人看来 这些都预示着 这个人将来会成为最强的人存在于是 一个强者在世 文是最强肯定做官 是古人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体现 武将沙场建功丰厚拜祥 做生意可以像与不为那样奇货可居 看清行业的大事 这些人里面 那个也不会缺了钱财啊 因此虎口夫子眼就成了大家心目中 最为吉祥附会的存在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 大部分人都没见过 谁能没事把手给你一直盯着看啊 代表吉祥的文字就这样完美地 进入了看向的领域 每个人去看向的时候 内心的想法都是希望得到心灵上的慰藉 困难是不会自己跑的 在压力太大的时候 就想缓解一下内心的压力 重新调整自己的状态 然后向着困难前进 直到最后击败困境 走上人生的另一层台阶 世界是物质的 神灵可能是存在人们内心里的 不然压力太大时 拿什么帮自己缓解成动力呢 同时如果你还是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首相 那么来看看专属于女人的首相吧 这样一定会找到的 对于掌文的研究 最知名的莫过于对女性首相的谈究 其中更是流传下女人指头短 不缺之河川的俗语来 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有道理吗 事实上 这句俗语的诞生 其实和民间生活离不开关系 因为我国古代对农民的压榨 许多村里人都没有读过书 对于所谓事实没有依据 大多将愿望寄托在外物上 通过对生活经验的总结 编造出一个又一个俗语 再加上点神话色彩造就出独特的句子 而这些俗语本身 其实并没有什么依据 所谓女人指头懂 不缺失河川也只是和那个年代女性的地位有关 众所周知 古代女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 大多数女性一辈子都为嫁一个好人家奋斗 没有自己的追求 可以说完全是古代男人的附属工具 思想被全命禁骨 所谓三从四德 更是将女子固定成刻板模样 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踢出骨子里的乖巧 而正是因为女性思想被束缚 所以她们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未来 期盼通过鬼神之说来安慰自己 也由此产生所谓的看手相 通过简单的几根手指 幻想自己的一辈子 事实上 这是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一个人的一生并不会被简单的手相定义住 而古代之所以说手指短的女人不缺吃穿 仅仅是因为手指短的女人往往从小就开始干活 指头没办法生长得更加长 所以将指头短的女人看作是有福气的女人 能干活的女人 未来大多都嫁了不错的人家 其实嫁给什么样的人 还是看自身奴隶 古代人说手指短的女性有福气 究其根本 也只是侧面提倡女性多干活 唯有努力才是一切的保障 当然 古代人之所以说女人手指短 不缺吃和穿 还因为手指短的女人大多体态丰满 符合当时社会的审美 像这样美貌的女人 未来定能嫁给好人家 而其中最具代表的 便是唐太宗深爱的杨玉环 除了嫁个好人家以外 古代人喜欢手指短的女性 还因为这样的女人大多都比较能吃苦 干活也很有力气 能够真正做到平实力 给整个家庭带来收益 所以说 古代人之所以流传下女人手指短 不缺吃和穿 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放到现代来看 这句话其实有了更深的意思 那就是唯有勤劳的女人 才能不愁吃和穿 而这样的女性 无论能不能嫁个好人家 靠自己 也能在现代社会闯出一片天 根本无需靠男人 实际上 一个女人要想一生过好 靠的还是自己 指头的长短 并不能决定一切 比如现代社会 有许多依靠美貌 不劳而获的女性 通过做情人的方式 过去金钱 迷失在物与横流的世界里 指头长短 根本不会改变 他们自身的追求 只能说 古代人凭借经验总结出来的 俗语 已经与时代脱轨 并不能真正影响一个人的命运 要想这辈子过得好 不是看手指的长短 而是思想的高低 唯有依靠自己 才能真正幸福生活 所谓女人指头短 不缺吃 何穿放在古代 就是指头短的女人体态 丰满又能干 所以受到大家赏识 这样的女人 一定都给家庭带来福气 而放到现代 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表达 勤苦的女人最好命 唯有依靠自己 才能收获真正的幸福 做到自信 有能力 才是真正的强人女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新清醒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